Hello,大家好,我是大猛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 为什么说非常的好呢 现在正下着小雨 这个下着小雨正是喝小酒 吃小肉的好时候 大伙看 买了一个12斤的牛蹄子 特别的大 10块钱一斤 这些花了120块钱 我想趁这个天降洗雨 一会儿咱把这个牛蹄筋 做一个凉拌牛蹄筋 首先呢 把这个牛蹄的表面 用火给它烧上一遍 去除一下这个皮腥味 用火烤完了之后 必须用钢丝球 把这个烤焦的地方 给它打磨下来 把这个牛蹄子 从中间一分为二 从一边给它拉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牛蹄子 凉水下锅 来点料酒 来几个姜片 你懂的 咱又要焯水了 这大牛蹄子 焯好了 捞出来 咱把牛蹄子 咱把牛蹄子重新的下锅 准备好佐料 葱姜 香叶 桂皮 八角 小葱香 干辣椒 生抽 老抽 再来点盐 再来点盐 同志们 这个牛蹄子 我感觉特别的肥 上面的蹄劲特别的多 咱先把它 卤制一个半小时以上 然后咱再去凉拌 出锅了 把这个牛蹄子 先给它晾一下 咱先切点葱丝 把这个牛蹄劲 咱给它弄下来 咱现在把这个来上点生抽 白糖 辣椒油 给它调和调和 维成这么香 再来上点小葱 味道更好 看着也好看 来咱整个上 两瓣牛蹄筋 开始吃 口感真棒 这东西绝对是下酒神器 今天下了一天雨了 来点白酒 暖暖身子 现在这个口感正好 吃起来又筋道 而且呢 还能咬的烂 看 看这颜色 晶莹剔透 这种牛蹄筋 还有牛蹄筋 还有牛头肉之类的 就要吃凉拌的 不要吃热的 因为热的 它那个膻味比较重 凉拌的最好吃 下着雨 吃着凉拌牛蹄筋 喝着小酒 一会儿呢 听着雨声 在美美的睡上一觉 哈哈 别提多爽了 行了兄弟们 我小酒慢喝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